6月23日,著名导演高熙熙的新作《军旅》剧《马上天下》在上海举办开播发布会,主演张鲁一、何润东、叶玄、陶欣然、应小天悉数亮相。 作为暑期党红色剧线,改编自同名小说的《马上天下》将于7月4日登陆东方卫视。 导演高熙熙坦言,纵观如今的电视剧市场雷剧横行,自己也面临不少收视率压力,但最终还是想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思路和原则。 在该剧的选角上,不走寻常路,从未接触过革命军事题材的何润东或高岛清点,剧中80后的张鲁一成为70后何润东的父亲,开拍之初两人还真有些尴尬。 何润东饰演叛逆热血的军人陈三川,年近40,演起16岁的少年毫无压力,但他却爆料说在拍摄时,高熙熙导演时常要求他脱上衣,露出坚实的好身材,让他一度感觉穿衣服很多余。 也按照惯例啊,高岛很喜欢把我的衣服给抹掉了,所以我一直跟导演在那边商量说,导演其实那场戏呢,我其实应该穿那个马甲就可以了吧,应该不用脱光了。 当然导演他可以是很运用镜头的方式,还有剧情,去让衣服很顺势之然就脱掉了。 发布会上,叶璇左手带着闪亮的钻戒分外抢眼,不知道是不是在暗示好事将近,但被问及感情的是,叶璇却笑而不语,不给正面回应,一再追问下才透露说对方就是心中的那个人。 夜市娱乐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